我是真的爱着你 心里想的全是你 舍不得你深情严寂 我是真的爱着你 For you 我是真的爱着你 For you 那姐姐小时候会不会很凶呢 会 很凶啊 现在呢 还好 还好 这怎么个凶法 有时候可能会拿棍子打我 大家好 又到了亲密关系的时间了 今天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 演技非常的精湛 演过无数的电视剧电影 大家现在要目睹 她的这个生活当中 为善不欲人知的小秘密 她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张成芳小姐 那不知道你今天带来的亲密伙伴是谁 是我一个很亲爱的弟弟 是弟弟是 我们来看他弟弟长得帅不帅 今天我们的亲密屋呢 请到张成芳的小弟 他叫我小弟 张明言先生你好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要用麦克风 大家好 会不会很紧张 还好 还好是不是 那待会儿姐姐是生活上小秘密啦 是不是愿意透露给我们知道呢 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 百分之百的纯度 绝对不参任何谎言 yes 真的啊 这个人事经理人格担保 没有错 好来顺子开始吧 我这个弟弟很特别 他很 很会存钱 我们家兄弟姐妹 不然大大小小 只要缺零用钱 会给他用 就是今天来的这位小弟弟 你们两个之间差几岁 不行你这样会问他脸 你不会搞事吗 好那没关系 我们当然来问弟弟是一样的 好来 据我所知呢 这个弟弟呢 跟姐姐是差五岁 差五岁的弟弟 就是你们啊 你跟姐姐啊 从小到大之间 有没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你最难忘的 难忘的事情蛮多的啦 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件就是说 我跟我姐的迷迷差了一段距离 他喜欢带我到小时候啊 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 所以到乡下的时候 喜欢带我去钓钓青蛙 哦 钓青蛙 对 曾经有一次 我不小心钓青蛙的时候 钓到一条蛇 哎呦 有毒的吗 呃 我看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年纪还蛮小的 对 那钓到蛇的时候 他那一条蛇 咬到青蛙的腿 哦 蛇咬到青蛙的腿 那蛇 我把青蛙腿当耳 哦 然后咬到青蛙腿 然后他整只蛇被我钓起 我以为是钓到青蛙 这个时候我姐很紧张 因为以为是钓到毒蛇了 他把他 赶快把我拉到一边去 然后就把那条蛇 抓了就一甩一甩到旁边去 哎呦 我现在想起来 蛮紧张蛮刺激的 哦 就是奋不顾身 就是要救弟弟啦 对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还小 还很小是不是 那很感谢姐姐哦 我谢谢她 哦 非常谢谢她 还有今天的张经理 对不对 哪里谢谢 哪里谢谢 那曾经有哪一段感情 让你觉得最刻苦铭心 家里面的人印象也最深刻 呃 我有个初年男朋友 哦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哦 是 这个也是蛮深刻的 还有一个是 我很好的男朋友 本来也许要结婚 后来去世了 哦 这样子 对 然后还接下来就是 先来交这个男朋友 哦 感情蛮好的 哦 嗯 就差不多这几个 很深刻的事情 哦 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没有关系 请我来听听看弟弟是怎么讲的 诶 弟弟这个姐姐呢 我想应该是很多人追过他哦 那可能也有蛮多男朋友 不晓晓就你记忆 有记忆开始 姐姐带有几个男朋友 呃 数不完啊 哦 真的啊 对 因为 都是用打来算的是不是 呃 电子计算机可能按一下 哇 这个夸张夸张 嗯 大概十来个 嗯 没有那么多啦 嗯 十个八个 差不多 多多 那在你印象当中 难免姐姐可能会带几个回来 给家里看一看 或是 他们约会的时候 你不小心碰到 这样 那你觉得哦 在姐姐交过这十八个 或十个男朋友当中呢 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 为什么 呃 我认为有一位蛮不错的 哦 什么时候的是 不久的时候啦 嗯哼 他戴副眼镜嘛 我觉得蛮有争议感的 然后心里蛮善良的 哦 事业心蛮重的 哦 这样子 觉得对姐姐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人选 对 那姐姐现在这个呢 对 就是现在这个 哦 一定要讲现在这个 对 那 现在这个当然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啦 那之前你有没有觉得也不错的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呃 算是普通朋友啦 没有说金一诚的交往 哦 对 因为我姐的事业心也蛮重的 哦 哦 这样四个八个里面都是算普通朋友 呃 对 哦 哦 啊 保护姐姐不遗余力来圣子 那你在弟弟的心目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姐姐 我觉得我是我最好有弟弟心目中我可以讲很快是很伟大的姐姐 哦 弟弟对这个姐姐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 觉得姐姐是个怎么样的人 个性刚强 嗯哼 蛮顾佳的 嗯哼 呃 地面方面还有整个家庭方面的话受她的帮助很大 哦 对 因为家里以前经济不好 嗯哼 呃 如果没有我姐姐的话我想 我没办法练完大学 哦 对 完全是靠姐姐的帮助 对 我很感谢我姐姐 哦 姐姐是牺牲奉献蛮多的 对 这样子 哦 那姐姐小时候会不会很凶呢 哦 会 哦 很凶啊 现在呢 还好 还好 是怎么个凶法 呃 有时候可能会拿棍子打我 拿棍子跟着打 对 你很暴躁的 不是暴躁 刚叠 刚叠 哦 遇到 如果说弟弟不听话的话就 啪啪 木棍伺候 哦 哦 原来如此 顺子 那现在我们希望把弟弟邀请到现场来 大家再到面聊一聊 等一下我还讲一句话 你还讲一句话 我觉得 我们直接吵架来讲不是说很凶或怎么样 因为我刚才讲小时候会打架嘛 所以我一定打他就是会打 吵架会打架这样子 哦这样子 没关系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弟弟来这边你也可以好好讲 对不对 好来 欢迎他的弟弟到现场来 好紧张好紧张哦 对啊 弟弟也是一表人才 对啊 姐姐还颇会安排位置的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刚好 刚刚也讲到这个男朋友的问题 弟弟一开口就八个十个 八个十个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很多哦 姐姐在那边一直逃难啊 一直一会遮眼睛一会遮 那有那么多的这八十个 他刚才讲说普通朋友 我有很多死党朋友 到目前还是有 而且男孩子居多 有的是青梅竹嘛 好多十几年的朋友 到现在还在骑马吗 好像还在 还在打 青梅车 还在打竹子 他这样子 关于这个树木的问题 两个是不是对峙一下呢 树木的问题 男朋友树木 哦 不是种花种树的树木 没有 因为是树木花长 没有错啦 我刚刚都说的嘛 就是说 一些青梅竹马的 哦 蛮多的嘛 那有一些 像现在棒球队 有很多他的好朋友 哦 吓我一跳 我也是说可以组成一支棒球队 哦 哎呀 组成棒球队 哦 连组审 一队审二队审都有啊 对啊 因为我读过 我读过美和国中嘛 哦 美和棒球队 对 美和棒球队 所以现在很多 诶 那是职棒里面的吗 现在到卫拳队很多啊 卫拳队有谁 黄平阳 黄平阳比我们还小了 哦 赵世强 赵世强 对 李居民 李居民 那也是当初曾经追过张存芳的 不是 哦 我跟你讲 他像好朋友 他像很好朋友 他像结婚 他看很多很好的朋友 都很熟这样子 那李居民是文化大学 那个时候 因为我同学跟同学 嗯哼 哦 你也是念文化的 呃 念了两个月 那为什么念不下去呢 因为后来工作了 弟弟知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真的 呃 工作 翘课翘台队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 弟弟完成这个大学的学生 我很谢谢我姐姐 对 刚刚讲的 姐姐为家里牺牲奉献很多 对 刚刚讲到这边也蛮感性的 对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那妹妹后来也送他到日本去读书 哦 其实刚刚才回来 这样子 哎呀 这个就是如父如母啊 对 对 其实今天访问到这一对姐弟 我们是相当快乐啦 因为又看到另外一个 真的是真正温情的一面 哎 虽然是弟弟讲的 看起来好像很害羞很内向 但是讲还是要很感谢姐姐 哎 虽然说不出什么甜蜜的话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的出来 对不对 谢谢 啊 谢谢 又谁 你跟他说谢谢 对 他跟姐姐说谢谢啊 哎 好 那我们今天的 七蜜关系呢 嗯 也是甜蜜温馨的哦 咱们明天见了 各位观众 本周推荐电影 我们介绍一部 横扫美国影谈 叫好又叫做电影 终极警叹 这部电影之所以会卖座 据说是他因为 他真实的反映 现代人对日常生活中 随时会遭遇到 突发状况那种 无力感跟恐惧感 因此他们极端希望 有一位能够解释 他们困难跟烦恼的英雄出现 可是像超人007 蓝波洛奇 这类神话英雄 距离现实太遥远了 并不能拯救 众人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像中级警叹 这位一位平凡 可爱 幽默 专业和怕老婆 因为就是怕老婆的小警叹 竟然能够为人所不能 所以便一军突起 大受欢迎 成为90年代 最新的英雄形象 像这类画时代电影 值不值得推荐 值得推荐 咱们就用力的来推荐嘛 你们看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像这类新电影 发生一定在耶旦耶 哎 哎呦 各位同仁 今天是耶旦耶 我们来唱耶旦歌 哦 一几 五 三 哎呦 哎呦 原来是这样的 你们看 日文在美国的 分公司 开这个耶旦party 就在这个时候 咱们的男主角 接着跳跳 从纽约飞到老板鸡 来和他亲爱的老婆 关注约旦了 阿姨 我来了 阿姨啊 哎呦 人家讲的女人 阿姨 你也表情了 您瞧多感人的约旦画面 可因为男主角 风车不顾 感到约旦和老婆团聚 所以 哎呀 你怎么穿这个样子 就来成家 我们公司的约会了呢 我工作太忙了吧 哎呦 你也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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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里面就换一趟 好吧 哦 您看 各位同仁 现在要开始 我们今天晚上的 运行节目了 哦 运行节目 你知道这是场节 哈哈哈哈 我现在从事运行节目 太好笑了 这不是运行节目 这是真的 啥 哎呦 哎呦 真厉害 这不是运行节目 这是真的 你通通不许动 枪不要对着我 真的 真的 哎呦 你看天呐 他们是玩真的 歹徒出现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咱们继续看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还就这样看也好看多了 好 咱们继续看下去 就往下发展 你看男主角 发现他太太有危险 于是他躲在阳台上来了 好 有歹徒在场景 我老婆有危险 你不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呢 根据经验的判官 因为我是一个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 你太厉害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哎 先从下面爬进会议室 孙子啊 只剩在戏里面 现在是32层楼啊 你怎么下去啊 哈哈哈哈 用这个啊 用这个 太厉害了 好吧 反正像这种戏里面 男主角都非常专业 因此他身边一切东西都可以充断利用 太厉害了 真的小心点 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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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你没事了 我怎么听到你讲啊 对了 哎呀 有个玻璃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专业警察一定会用身边的东西来解决问题 你看看 营造失恋划开了玻璃 哎呀 顺子 你实在是太专业 太厉害 太专业 太棒了 顺子 骗你 好吧 你这个 这个 你看歹头 压了人质进来了 糟糕糟糕糟糕 你看他就要赶快躲到黑座底下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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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坐下来 特然交叉了 打开 哎呦 你看他 哎呦 还烧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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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怨压 哎呦 三点先生 只要你把保险箱的密码交出来 我们就饶底一命 不行 我们日本巫师道的精神 就是宁死不屈 好 我就不相信 哎呦 大 你真的是宁死不屈哦 老大 你本号长就真的不管你 真的不交出来 不交 那就毙了他 哎呦 你看看这些歹徒真的杀人了 真太心狠手辣了 我太坏了 对 把他靠出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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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啊 我们总以为这些小日本腿短 我 你误会了 可是面对这些杀人过渣 也像国际罪犯 男主角觉得自己是人单是孤 一日决定向外求救 可是从大楼里面都被封闭了 人家电话信又被剪断 怎么办嘞 你放心好了 你看歹徒忘了是什么 大哥大 你身边 跟这个球队太方便了 哎对啊 哎哎哎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他没见咯 哎 哎哎 他只是说句无聊 我到外面就会 哦是这样子的 哎 刚刚还发这边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老大 这里一定还有别人 哈哈哈哈 别人 老大 你这人总是不值了 你要再杀自己人了 哎呦 震人 我们人手不住 你不能死 你一转 走快走快 哎呦 这老大还真是狐独 可是这时候男主角快被发现成犯了 紧张紧张紧张 咱们继续看下去 你看 男主角这时候打电话到警察局求救 可是没有回应 而歹徒又在四处来搜寻他 老大 你有人 天哪 你有太多了 从男主角这时候已经快撑不住了 你看看 哎呦 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啊 我现在演的是一个黑人女警察 你为什么演黑人呐 因为美国电影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电影中的角色一定黑白搭配 要不然就是走不其事 会有混的 好了 不说这个说在干什么 哎 怎么怎么只来你一个人 其他警察的 哦 我们警察局长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所以只派我一个人来 哈 什么恶作剧啊 这大楼里面有多少歹徒 你知不知道 他甚至把我老婆押去当人质 他们还杀了人啊 什么恶作剧 杀了人 我又没看到尸体 哎 姜姜 这我看你看 这我自己跳 我自己跳好了 好 赶快 尸体来喽 好 这边有尸体 杀人了 快来人了 最近最后的发展 你看警察终于相信男主角的话 大举包围整栋大楼 可由于大楼被封闭 歹徒的攻击非常的猛烈啊 老大 警察害双甲车来了 九哥 马上再拿上来 是 大哥 再把他丢台丢得过 九哥 通常大哥带你怎么样 大哥的意思是 是的 人跟炸弹一起休下去 那就万福一斤了 谢谢大哥 九哥 三个同学你怎么好过 好 这个时候你看 男主角一个人在大楼内呢 夫君奋斗 经过千斤万苦 终于见他老婆了 老婆 真是 如果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 在我们死人之前 就想做出你一些真心话 好 你说 方琳 我们在孤儿月里 讲到那个小孩 是我在外面生的 好啊 孙子 你别乱讲话了 老婆 这辈子能够遇到 我最美好的事情 我真的是太笨了 常常给你生气 不过我想告诉你是 我是真的爱你 我知道 哎呦 太感动人了 不过还是告诉你们 歹徒回来了 这辈子太重 老婆你要太重了 我救你 有水 出口 你给我走 我才没那么笨 这辈子你要小心 老婆你要太重了 追 这辈子你要小心 老婆一定要太重了 追 这辈子你要小心 尹子你给我撑着脸 哎呦 哈哈哈哈 老婆你要小心 哎呦 老婆 你真的要撑住 你要撑住 这不是没人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啊 哇 啊 哎呦 哎呦 怎么来这么多一个人呐 小子你还是要小心呐 不要 不要 不要动 再动我就打死你老婆 把枪放下 瘋了 哈哈哈哈 不要动就 我被你死定 紧张紧张紧张 这时候怎么办呢 啊怎么办呢 我死定了吗 那不见得了 对了 这时候我跟你说 在这个电影中啊 有个非常重要的剧情 就是枪藏在背后 男主角 一定要枪藏在背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干嘛 他十三年之后 哎呦 哎呦 天呐 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小郭又见不过向前 顺子从背后 拿出枪来 一枪打出去 好啊 好啊 三枪还没死 四枪没毙命 五枪没狗命 六枪还没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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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累了 好了啦 可以了 死吧 哎呦 哎呦 不要动 谢谢 不要动 你现在才来 太晚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 推荐电影 《终极景态》 其实像《终极景态》 这种电影啊 强调的并不是什么 精通十八万五亿的超人 而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只剩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他用了一颗爱人的心 因此遇到任何困难 都给发挥潜力 逢凶化急 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 您是否有一颗 这样子牺牲奉献的心呢 跟您说 只要有您 您有这种牺牲奉献的心 保证您是一个大傻瓜 是一个大医生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颗 这个牺牲奉献的心 您说是吗 说不定 您也可以成为 大家心目中的终极景态 您认为呢 推荐电影 咱们下周见 还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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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社会上 坏人是不容易死的 警察的武器实在有点落后 什么枪啊 因为我们通常接触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录音 最常他最常做的动作就是 想是再来一次 某一概 有概念哦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收看 有概念哦这个单元 有概念哦 小桃子 你在看什么 看邀请函啊 上面邀请函啊 我小学啦 因为校庆啊 我是校友 就叫我回去参加校庆 哎呦 你们现在那个台北的学校都不好啦 有什么不好 啊那个学校哦 好像分教啊 读咧 学生又那么多 像我们那个山上的学校 空气又好 啊 寿墓又多 上学不出 好像在教友 对啊 我也真羡慕你了 不过现在啊都市里的小孩可以读森林小学 那上面我说森林小学啊 诶森林小学就是盖在山上或是郊区的学校啊 有些父母甚至开车把小孩从市区送到山上去读书耶 哎呦 干嘛要这个样子啦 你就不知道啦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啊 就是说现在的父母不再一窝蜂的把小孩送到明星学校去 而是啊 让小孩子接触大自然 天天跟大自然接触 哟这个就是最新的概念啊 对啊很有概念吧 诶真的很有概念耶 诶小桃子 嗯 我小时候念的那个学校是森林学校齁 嗯也算是 那我是不是蛮有概念的 嗯当然有概念咯 那那我念过森林小学啊你没有念过森林小学 啊是不是我比你有概念 嗯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有概念的人是不是比没有概念的人要聪明 理论上是啦 那你为什么老是要骂我比你笨 笨不笨跟念森林小学没有关系啊 没有什么关系喔 嘿 啊那跟什么有关系 啊 本来跟什么都没关系 不过啊 现在跟一只笨猴子有关 哟 呦 原来是这样子喔 怪不得我就觉得我的脑筋喔 有什么秀得秀 原来是我小时候那个学校齁 没有养猴子 嗯 嘿嘿嘿 那我想到了 啊我是想到这一点钱 让我们学校能够养几只猴子 这样子对其他的鞋弟鞋妹比较好不好 啊 啊那你看有哪一种平走一个猴子的比较好 是红毛猩猩呢 还是黑毛猩猩 你的脸色好难看 不是 好了 不行 啊 陽牙症 伸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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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 香湄ế佛小食 可爱丑丑丑 琴唱我的蜜蜜蜜打心聲 想要求你趕過心明鏡 一時算哪一無心情 跳舞啊 跳舞 我來跳舞 你來唱歌 唱歌一聲 我滾一聲 音樂聲 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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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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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